有君尊的祭司 他们是使徒约翰在启示中 看到的最恩典 最荣耀 最光辉的一群人 他们是谁呢 通过使徒约翰的启示 来确认一下吧 看一下启示录 二十二章一节 天使又只是我在城内街道当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 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一之万民 以后再没有咒诅 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 没有咒诅的地方 有上帝和羔羊宝座的地方 是哪里呢 这是在说明天国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 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 日光 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彼得前书二章中记录说 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接着又是怎样说明我们的身份的 是有君尊的祭司 上帝的选民就是拥有君尊的祭司资格的人 他们有资格是因为他们在哪里 是因为他们在上帝拣选的西安 在那里敬拜上帝 上帝立我们为江要座 有君尊的祭司直到永永远远 那么我们的生活方式 要与世人稍有不同才行 在朝鲜时代 王室成员的生活方式 也与普通百姓不同 王室有王室的律法 同样我们的生活方式 也要与世人不同才行 希望我们不要总是关注 转瞬即逝的地上的事 而要以追求天上的事 为目标而生活 寂寞